桌子上琳琅满目的手提包 面纸盒 收纳盒 还有雨衣等等 不说您可能不知道 这些全部都是用回收的纸类 还有雨伞布所做成的 全都出自于吉安利环保英雄 李丽梅的一双巧手 亲自示范穿上雨衣布做成的雨衣 李丽梅有满满的成就感 没了我就想说 那让山拿来看可以做什么 就开始刚才做小孩的 我也做我们孙子的寶环 做我就拿着卫星座那儿去 有时候没有草嘛 好像要落草 又好像没落草 我就觉得好 没问题 这个寶环带一只 去到那儿 一个落草要出来 寶环带牆牆 有一个残葬的老爸上来做护建 他看到他就很感到他就说 我们不能做 我说我真的送你 开始我就有做很多 我们在市场运动的朋友也有本到啦 有的时候如果他说中风啊 他怕要出事不方便 他说抓拐了没抓草 抓草没拆了 抓草没拆了 我就送他一颗他就很高兴了 吉安里环保英雄李丽梅11年前退休后 投入里内各项志工工作 加上对于手工艺又很有兴趣 于是从身边的回收物来找寻材料 废弃的雨伞随手可得 因此也发想将雨伞再利用 做成一件件可以挡风遮雨的雨衣 起初他看到因为行动不便 拿拐杖而不方便再撑伞的长辈 主动送上自创雨伞布的雨衣 没想到获得好评 因此他也陆续做了三十多件 送给一样有类似需求的民众 不但环保再利用又做爱心 让他成就满满 他很厉害 他拿着这个就是那个废纸 那一般每次在家里就做这个 也可以说那个我们用手指运动 末梢神经真的很不错 而且如果要向他学习的时候 就去他家 就无许用他都会教人家的 我们除了每年我们的环境评比 那我们也希望说除了比赛之外 我们把它落实在我们平常的生活 像我们在低碳生活 节水省电方面 我们都身体力行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 就是传达给我们每一位志工 那甚至传达给我们每一位里民相亲 让大家一起来推动环保 吉安里里长就说 李立梅子退休后就投入志工行列 并对于环保工作 身体力行 时常将随手可得的回收物 做成精巧的日常用品 而李立梅也不藏私 只要有人想学 她都大方教学 里内有不少婆婆妈妈 都跟着她学习回收物 如何制成手工艺品 也希望透过环保英雄李立梅 传达执行环保 其实从身边就可以做起的概念 让里民都可以一起来做环保 借成为瑞芳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